歡迎收看台灣向前行 台灣向前行 我是孟琪 台美關係更加緊密了 拜登配合派出了超級好友 陶德帥團來台灣 不過中國呢 是氣炸了 立刻宣布說要從今天開始 一連六天都要舉辦實彈軍演 擺明又要用武嚇的方式 來恫嚇台灣人 不過讓人覺得最遺憾的是 居然有人想從內部來分化台灣 政治大學外交系的副教授賴岳謙 他上了中國的節目 形容台灣的軍隊根本就是紙老虎 被痛批這番話根本就是 長他人志氣 滅自己威風 而拜登的外交策略 是不是大碗兩面手法呢 因為昨天除了派陶德來訪台灣之外 同一天拜登也派了氣候特使凱瑞到中國上海交流 台美中的三方關係會怎麼樣發展跟變化呢 我們稍後一起來分析 那另外繼新疆棉被抵制之後 現在有日本企業開出了第一槍 因為考量人權的問題 要來停用新疆生產的番茄 接下來會不會有一波連鎖效應呢 而回到台灣國民黨黨主席之爭 韓國瑜到底選不選 有名嘴就爆料 韓國瑜確實有起心動念 不過他身邊有三大阻力 讓他猶豫不決 我們稍後一塊來分析 我們趕快來介紹的是現場的五位來賓 首先歡迎到的是第一位 民進黨台北新議員王世堅 孟齊好 大家午安 好 再來介紹的是民進黨立法委員周春銘 孟齊好 大家好 好 再來左手邊我們歡迎到的是資深媒體人林玉慧 孟齊好 大家平安 好 再來我們歡迎到的是政治評論員胡文綺 孟齊好 大家好 好 最後呢我們要介紹的是時事評論員文朗東 大家好 好 我們趕快來看的是美國總統拜登 派出了最好的朋友 也就是前參議員陶德帥團來訪台灣 昨天下午呢這個代表團的飛機一落地 中國馬上就宣布要開始實彈軍演 這樣的消息針對的意味真的非常的濃厚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完整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的馬幾朋友 前參議員投得率團訪台 中國解放軍隨即訂票 要在南澎列島和南海附近 一連六天進行實彈演習 挑釁意味濃厚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不容任何外來干涉 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它的確有發布 在某個地方有進行 但其他的話 我們都會持續注意 要動作的話我們會找 國防部強調密切注意解放軍動作 也持續強化自身實力 近日前的400枚標強飛彈後 我方在向美國購買反裝甲 射程可達4500公尺的新型托式飛彈 共1700枚 此外還有100套改良式目標獲得系統 100輛焊馬車 預計在2022年和2024年分批交運 只是軍方改善軍備同時 國內卻有人頻頻唱隨 用紫老虎形容國軍 賴月圈語出驚人 但這番言論立刻引來網友炮轟 嗆他吃裡爬外 真是台灣的悲哀 這樣唱隨自己根本情妖氣 搞不好的 因為也要他別長他人志氣 有很多台灣特定目的的人士 他刻意的要去長他人志氣 滅自己威風 那不管台灣的國防能量 在這幾年怎麼樣的努力的充實 他再怎麼樣都要看不起 台灣自己的能量 那但是從來沒有聽過他們 對於那些想要欺負台灣的人 講過一句這個狠話 我也要呼籲就是賴老師 不要一直複合中共 前幾天我去參加我們玉山軍艦 的命名跟下水的典禮 國軍也一直在充施我們的軍備 軍事威脅同時 又用言論從內部分化 中國打任之作戰 台灣盡勝以對 我們先來看到 昨天陶德是帥團來訪台灣 中國一看到就非常吃味 我先來請教一下朗東 昨天陶德他們的專機一落地 中國馬上宣布 從今天開始到20號 一連六天都要在南棚烈島附近 要來進行實彈演習 而且其實除此之外 他們本來就安排 13號到17號就有在南海 有實彈演習 現在又多追加了這一系列的演習 這其實針對陶德的意味非常明顯 沒錯 百分百是針對陶德 對美方釋出了一個訊息 為什麼是南棚烈島 我們首先從時間點上面來看 在昨天陶德的劣跡抵達台北之後 接下來大家可以看到之後是說 包含是說中國海事局 他在昨天馬上也就公佈說 要有六天在南棚烈島的演習 其實他這個政治宣示意味 是遠比他在軍事戰略上意味濃厚 為什麼 因為南棚烈島 他本來就是在中國廣東省那邊的控制之下 然後他在69年前1952年10月19日的時候 那時候解放軍就把他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上給搶回來 所以意思是說你過69年之後 這個地方就是過去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這個地方 他用這個方式去宣示說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那其實這整個南棚烈島雖然說他號稱是南海要衝 可是因為他原本就是在中國的控制之下 他在這個軍事戰略地位之下 並沒有到一個高度軍事衝突 所以對中國來講 他這六天的實彈演習 其實意思是說他想要製造一個內宣的一個效果是說 你美國雖然說派了這個國族官員來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表面上是非官方 事實上是台美關係的越境 那但是中國這邊他必須要安撫他內部高漲的國族主義情緒 但是他就不想要過度去激怒美國 所以他就選擇了一個原本在自己控制範圍上面的這個列島 在上面發射一下炮彈 用這個方式來跟美國表示一個柔弱的一個不滿 就是說我對你是有一點意識意見 你不要在那邊繼續跟臺灣往來 但是他也不好意思說真的跟這個美國這個軍艦 產生一些更多正面的一個衝突 但是這個也展現是說對於中國來講 其實不管這個臺美之間 他是用一個正式官方的名義 或者是目前他拜登其實非常的有誠意 釋出善意的派出他最好的朋友 陶德來跟臺灣見面 而且裡面有包含共和黨的也有民主黨的 其實過去包含是說從小布希時期 到歐巴馬時期的這個副國務卿都一起來了 他們其實是一直見證 美國跟臺灣之間在民主之間的深化合作 在這個時候其實賴月遷這樣的一個消息 真的非常遺憾 因為這個中國有一直冒黑煙的遼寧號 臺灣也有月遷號 那個日來月遷 他其實目前來說 就是成為中國的一個打手 他等於就是中國的武器跟飛彈 差別是說這遼寧號他在那邊冒黑煙 他那個錢是中國人給的 賴月遷他有一些錢 是我們政大是我們納稅人的錢去給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納稅人的錢要去養 這樣的一個唱衰的這個教授 我必須要去講 大家講說這是不是言論自由 我分幾眼來看 第一你去檢討軍事國防 這個是言論自由 可是檢討跟唱衰不一樣 你提出具體的建議說 哪裡國軍要改進 這個大家都能接受 這個是言論自由 但是賴月遷是單面的顫隨意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的這個正面的見解 其實在2012年的時候 在一些政論節目友台上面 他就講說 台灣最大的一個敵人是日本 不是中國 這非常荒謬 四個九年過來看就知道說 其實他被中國這樣的一個統戰收買 非常的明顯 包含是說他去上央視的節目 央視他背後就是中國中宣部 他就是中國共產黨 你在共產黨的組織底下 你是不可能講出任何言論自由的話 你就是按照他們的意思 去傳達他們去唱衰台灣的意圖 試圖動搖國軍的士氣跟戰力 而這已經涉嫌違反了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三次三條裡面 跟中國方面的官方單位去合作 所以我認為政府必須要用 反滲透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對賴月遷這樣子一個唱衰台灣 以及打擊國軍士氣的人 用嚴厲的方式去於懲罰 真的要好好來查一下 要來請教這個世間議員 我們旁邊住了這裡 兄弟的鄰居 看到陶德來 馬上就宣布 從今天開始要實彈演習 結果我們台灣人 我們政大的外交學系的副教授 居然上人家節目說 我們的國軍都是紙老虎 來 世間議員怎麼看 我覺得政大賴月遷教授這麼說 我真的典型的吃裡扒外 賴教授我認得他這個人 其實他各方面的成績都不錯 教學也不錯 他個人的修為也不錯 但是今天我們面臨的國家的選擇 在面對我們的敵人的時候 當台灣有難的時候 沒有什麼自由不自由 在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度 你當然可以發揮任何的言論 但是當你去敵方陣營的時候 在對方的央視的時候 拜託你要有一個起碼的國格 起碼你要固守我們的台灣的主權跟尊嚴 今天退一萬步講 台灣就算經歷比不上你中國的話 你好歹你也必須幫台灣講話 更何況台灣跟中國比誰比較強 大家又講話說的 中國只是軍費比台灣高 他只是這樣而已 中國窮兵獨五 他的軍費確實台灣的十七倍 但是大家別忘了 中國北起 俄國 日本 韓國一路下來 台灣越南一路下來 到中南半島到印度到南洋國家 中國的敵人大概也是我們的十七倍 所以你十七倍的軍費 你有十七倍的敵人 那你什麼了不起 更何況中國你要殺野也要講一點道理 還有你要有實力 實力我們擺一邊 你道理在哪裡 台灣的命運當然兩千三百萬人來主導 台灣也沒有要去主導你中國的命運 美國是我們自由世界的領袖 美國也是管他三億四千萬人 日本也是管他一億三千萬人 他們的命運 美國的命運 美國人決定 日本的命運當然日本人決定 那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台美中之間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被有孤人交孤人的 那是我們台灣跟美國的事 我們可曾干涉過你中國跟美國的關係 你們中國跟美國之間也有交往 台灣從來沒有制度過 從來沒有去講這一切話 所以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沒有你中國說話的份 這一點他要搞清楚 那台灣跟你中國的關係 過去幾年本來民間有交往 是你中國自己要斷絕 你片面要斷絕 那你怎麼來 我怎麼去 很簡單 同樣啊 現在你中國天天放話軍機來擾台 那我們台灣也是這樣 台灣絕對不挑釁 但是你怎麼來 我怎麼去 今天我們的好朋友來到我們家拜訪 好朋友來我們家拜訪 我們再歡迎他 你中國偏偏在我家門口放鞭炮 那你是什麼意思 美國同一時期 他也派了氣候大使凱瑞到你中國去訪問 我們台灣可曾跟你在那邊放鞭炮 沒有嘛 台灣愛好和平 追求和平 所以我必須正告中共 就是說如果你說台灣的命運 你14億中國人來決定的時候 那我乾脆講啦 那70億地球人決定你中國的命運好不好 70億地球人決定美國的命運 70億地球人決定日本的命運 是這樣子嗎 世界是這樣有道理嗎 國際社會都認為 美國的命運 3億4千萬美國人決定 日本的命運1億3千萬大和民族決定 同樣啊 台灣的命運2300萬 台灣人來決定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中國你要搞清楚 那你如果動不動 你戰機來演演戲 嚇一下我們就算了 但是你不要飛越我們領空 你不要飛越台灣的中線 為什麼 飛越了你來了 你就不要回去啦 大家話講這麼明 那美國Chris Dodd 這不是普通人 他沒有任何的頭銜 沒有任何官司的抬頭是誰 另外兩位副國務卿 一個民主黨的Standberg 一個共和黨的Admitage 他們三位沒有任何頭銜 可是很重要的一點 他們雖然非官司訪問 但是他們三個都有經過 美國拜登總統的授意 授權這很清楚 美國兩手策略 正式官司訪問 凱隊氣候大使去中國 那是兩個字啦 應付 那非官司頭銜這三位 這是他的密友好友 那個2010年11年前 那個Chris Dodd 參議院退休的時候 那時候拜登是副總統 他以現任副總統之尊 他發表一篇談話 他不但大力讚許Dodd 他還說Dodd吃死他拜登 拜登通通都聽他Dodd 所以在拜登上任美國總統之後 他最重要的派他最好的朋友 到我們台灣來參訪 我覺得他的意義非常重大 第一點我認為他是傳話 傳遞美國總統非常重大的訊息 告知我們台灣的總統 那這個話是很正面的 就是台灣是美國堅定的戰友跟盟友 那同時國民黨 雖然這幾天唱衰 我希望國民黨搞清楚 美國照說應該同時通知我們執政黨 也會通知你最大在野黨國民黨 過去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美國的參眾院訪問團來的時候 也是同時都有告知我們民進黨 而且都在我們民進黨中央黨部 都有來造訪過 國民黨此時此刻大家應該共同 高興歡迎這些朋友才對 而美國刻意跟你國民黨保持距離 不見面不吃飯的時候 我覺得國民黨要清楚一點 結果國民黨你這麼多年來 你親中反美的結果 美國看在眼裡心裡非常清楚的 好來 陶德這次來訪 會帶什麼拜登的口信 我們稍後再來好好討論 不過要先請教玉惠姐的時候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中國前幾天才一口氣 就派25架軍機來擾 這一回又宣布一連六天 要再距離我們很近的南棚列島 來進行實彈演習 我們國防部長邱國正 今天早上是告訴大家 其實國軍都有嚴密的掌握 也希望民眾不要被認知作戰的言論所影響 我們台灣人真的不是被嚇大的 其實除了國防部長提到了認知作戰 今天早上蔡英文總統也特別提到了認知作戰 什麼是認知作戰 我相信常常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應該都了解什麼是認知作戰 我今天在這個節目當中再講一次 以像賴岳謙這樣子的示範 就是標準的認知作戰 怎麼說呢 因為賴岳謙他是除了在國內 除了在某個現在在網路上面播的節目當中 他可能會有此番的言語 他最大多數類似這樣的言語 他是出現在什麼樣的平台上 他是出現在中國邀約的政論節目上 或者是中國的評論節目上 他來擔任評論員 剛才朗東說 他說談到台灣的國防或者是外交 這是言論自由嗎 但我還要加問一句的是 在中國的政論節目上 或在中國有言論自由這回事嗎 賴岳謙你在台灣某個網路節目 或許你說 這是屬於你的言論自由 但你在中國 你在談的 有言論自由這回事嗎 好 我們把問題限縮回來 就是在中國談論的時候 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去中國上節目 為的是什麼 為什麼人家邀他 就是因為他們會拍中國的馬屁 他們會哄得小粉紅心花怒放 在不然他們怎麼不邀世間哥 為什麼不邀我 為什麼不邀朗東 因為我們不可能去啊 他直接會封鎖我們啊 那因為他們光不只是封鎖我們上他們的節目 他們連在網路上面都會封鎖我們 都會拉黑我們 所以他怎麼可能會邀請我們上節目 但他為什麼更怕我們去上節目 是因為他們知道在節目上面 他們不可能控制我們的言論 所以在中國有所謂言論自由嗎 他這叫自我閹割 這叫自我限縮 然後第二個是他的身份 他在台灣的身份 除了大家剛剛講的 他是政治大學 我也是政治大學畢業 在這邊深深以正大的校友 真的要跟大家來說聲抱歉 那但是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叫中國時報電子報的社長 這是一個媒體人 那他如果擔任媒體人的話 那他所發表的言論 是代表這個媒體的立場 還是代表他個人賴岳謙的立場 如果代表媒體的立場 好 這個問題就來囉 那接下來就是要請村民委員 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在前幾個在上一屆的時候 有討論到國安無法 那有討論到說 在台灣有非常多所謂的在地協力者 這些在地協力者 他們在台灣的言語 會成為中國對內大內宣的重要的情資 或者是對內向中國人民講 台灣人都在支持 這要跟中國統一 都在支持要去武統台灣 在台灣的政論節目上面 也曾經出現過 有非常多的在地協力者 這是台灣有非常多的學者 這些戰略學者 他們在研究的時候 都曾經提到的 賴岳謙 你不就是在地協力者之一嗎 所以你有所謂談到 你的心裡面 有思思好好的言論自由嗎 4月7號 我們才剛剛過了言論自由日 言論自由是我們台灣人 經過了多麼有正難容 有多少的先輩 他們是犧牲了他們的生命 靠著他們的先血 所為台灣人爭取來的 這些人配獎嗎 所以認知作戰 還有一個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認知作戰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前一陣子 這個衛福部曾經有被某一個媒體說 他們跟BNT有簽約的這回事 然後這個媒體把它當成獨家報導 說你看衛福部果然就跟BNT簽約了 然後中國要求我們要賣多少錢 怎麼樣怎麼樣的 這些都是認知作戰 什麼叫認知作戰 就是他把很多看起來好像有這回事 就是有這個會議有這個人 然後台灣的確有曾經想要買過BNT的 這樣子的疫苗的事實 但是他把這個當中重要的情節 重要的人事物重要的時間點 全部呼嚨全部重寫 但是他錯誌了非常多錯誤的概念 真真假假 他就是要混亂我們台灣人對事物的認知 然後他要達成什麼目標 就是在台灣的國內會覺得 台灣的政府這樣就 你看我們的國軍就是紙老虎 我們的政府就是無能 台灣的政治就是真的 真的是所有的都是壞處的 台灣就是亂 他們要造成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認知作戰 台灣在面對中國的認知作戰 老實講我們在2018年以前 在2016年我們就面對認知作戰 在網路上面 中國就大量的對台灣 在網路上面進行認知作戰 這幾年來我們有非常多的網友 有非常多的民眾 已經開始對於認知作戰 有一點點的覺醒 但中國在認知作戰 他們的這個手法是不斷的推進 而也有一些的在地協力者 他的臉皮是越來越不要臉 他的這個無恥度是越來越高 所以他如果繼續這樣子下去 台灣對於認知作戰 我們的警覺性就要更高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各項的立法 就要更加的周延 速度就要更快 在面對這些的在地協力者 他們在賣國的速度 絕對會超乎我們想像 來我請教一下國民黨的文綺 我們看到中國軍機 每天都派這麼多架來擾台 結果現在賴月切好像還唱賀人家 這樣唱衰我們自己台灣的軍隊 我正要講 我今天是政治評論者 因為我還是要講 我不代表國民黨 但是我今天因為眼看著 我們周邊的朋友 應該都是比較 跟我意識形態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要引用以故的教授 我們是台灣的意識形態 你不是嗎 你讓我講了 以故偉政通教授 我要有異端的勇氣 我要講真話 我說不管我們喜不喜歡 今天中國大陸的這個做法 坦白講 就國際政治的 阿諭我詐跟敵進我退 這很正常 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不要 談國際政治的時候 不要太過天真 也不要只從台北看天下 我舉幾個例子 各位想想看 從之前的阿札爾 什麼之前的一些人 甚至我們最近跟 所謂的帛琉簽署 美台海巡的這些 什麼合作備忘錄的時候 中共是不是都有 相對應的軍事措施 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不喜歡 我們很討厭 但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 我希望大家先了解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當初 慕尼黑的伊辛格主席 他會說我們真的很危險 甚至是美國的外交協會 列出了全球30個點 最風險最大 台灣在裡面 那台灣人到底有沒有一些警覺 我覺得今天賴岳謙教授講的話 是不是合不合理 坦白講 如果朗東當然講 如果我們相信鄭南榮先生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話 唱衰的定義是什麼 所謂言論自由的定義是什麼 請大家好好去想一想 當跟你講出不一樣的時候 不用把他扣帽子 因為他跟你講不一樣 你只要想說他講紫老虎 那我們現在來想想 也許他也稍微講嚴重了一點 可是我舉幾個例子給大家看看 如果我們很努力 包含F51 當然那不是故意的 包含我們看的M1A2T 就為了這個重型坦克車來 我們還要特別去幫他 加做一個運裝的車輛 甚至雲爆裝甲車的那個輪軸 還有之前的所謂的車輪的B案 這些東西你讓大家覺得說 有沒有問題 甚至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買了那麼多的武器 希望能夠捍衛 我也不管說這些武器 是不是之前俄羅斯獨立報的 講的是不是過時的武器 是所謂的什麼不入流的武器 各位知道嗎 我們買了這些武器 通常我們要花三倍到四倍的 去維護保養 我們台灣人有沒有這麼多錢 錢到底應該用在哪裡 我覺得我們要去思考的是這個 再來我講 到底他是不是說 有人甚至講說賴岳謙 是不是通敵是叛國 我覺得這句話坦白講 太過嚴重 套句阿扁講的話 有那麼嚴重嗎 如果各位我一直在節目曾經講 我們搞政治的 最重要不要泯滅人性 最重要不要有雙重標準 我不是提了嗎 阿扁拿的那個所謂的 通匪的那個小紙條 讓美國安心 有沒有人曾經講過他通匪 很想有通過氣 第二個 當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台獨黨官只是凍結 甚至他講中華民國台灣 請問他是中華民國台灣的總統 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的意思說 大家要好好的想一想 為什麼今天 我們前幾天看到宋承恩 我們的自憲基金會 講得好棒棒 我們台灣即便面臨現在大陸 中國大陸這樣 我們有近七層的民意 都是支持的 那就做吧 不要等了好不好 全面執政全面過半 所以你知道他們原本在玩的 玩弄的一個手法 基本上都是說一套做一套 所以我才會強調 如果大家真的這麼愛台灣 OK 我說今天因為 金美玲好像很久沒有上來 就請你們好好的做實事 把你們的兒孫 你們的財產 全部牽回台灣 告訴我們 我們跟你們台灣這些普羅大眾 同生死 我覺得也許我們會 否則你看到就是東森 之前東森電子報 當我們大家說要不要當兵 要不要捍衛台灣 要不要捍衛中華民國 大家都說要 可是當時說 你去當兵好不好 大家都說 再想想看 各位 我希望我們談國際政治的時候 大家一定不要 只是口水戰 你實際看看現在所有的狀況 我剛才提的這些的 所有的實際的案例 剛才世間議員講得很好 可是我要提醒我們世間大哥 我其實很喜歡他 他是一條漢子 至少不會跟我講房東房客 八千元特殊的關係 可是對不起 在1979年我們退出聯合國之前 中華民國的兩蔣政權 是不是跟中共一樣在國際對抗 我們打了三四十年 才被趕出聯合國 國際政治就是這樣 所以我要強調說 我們在談論之後 我們不喜歡老共這樣對我們 可是我們要自己加強說 如果人家覺得你是紙老虎 你自己覺得你是紙老虎 你要證明自己 就是我曾經也講過 沒有不謹記 只有你自己不增進 如果不發生上述 上述我剛才講 甚至是雄風飛彈的誤射 人家會覺得你是紙老虎嗎 所以我覺得反求諸己 定下心來 到底在兩岸的競合當中 怎麼樣的兩岸關係 是對台灣 在以小勢大大勢小乙 乙人小勢大乙智的過程當中 台灣的蔡英文政府 要好好的思考波折 吳釗介不會再曾經有一次講說 跟美國建交不是我們要的 各位不要忘記 這是吳釗介部長講的 那你到底在幹什麼 好來 剛才 文綺認為說 賴岳謙這一番 唱衰國軍戰力的話 是屬於言論自由 我請教這個 曾經當過法官的 春蜜委員 您怎麼看 賴岳謙這番話 他上中國的節目 適合放在言論自由 這個標準來查看嗎 賴岳謙在中國唱衰台灣 我覺得他應該要感謝台灣 因為台灣給他這麼充分的 言論自由 可以在那邊做評價 做評論 當然說到底是指老虎扯後腿 當然你如果放到言論自由的部分 我們也不反對 但是當然還有相關的責任 可以來調查 這也就是台灣自由法治的可貴 我們可能要去查一下說 他有沒有政治團體來跟他接觸 那有沒有金錢的介入 當然我們要來研辦他的話 在台灣的法治社會 我們就是要走到這樣的程序 所以我覺得賴岳謙 他在那邊唱衰台灣 他真的是應該感謝台灣 給他這麼充分的一個言論自由 當然就是說 我們面對現在的狀況 中國 美國 還有台灣 現在的狀況 這個共軍常常在擾擊 在騷擾 很像就像蚊子一樣很煩 一直來規模跟頻率也一直的不間斷 但是我們不用太緊張 但是也不用掉以輕心 最近大家有兩個很重要的照片 就是今天大家在蘋果日報 或者是相關的報紙看到 我們美國陶德率團來訪問 跟吳釗燮跟我們的AIT的大使 大家一併排開 還有前禮拜一 美國的艦長就翹二郎腿在看的遼寧艦 所以想說這些畫面 當然就是國際政治 軍事政治 還有現在台海 還有美國的三個關係 所以我們也不能夠不緊張 也不能夠掉以輕心 但是也不能說因為這樣就跟著跑 因為美國就一直在這個部分 給我們很充分的信心 為什麼 有三大價值 第一個 經濟的聯繫上面 我想這個部分兩邊是 一直都需要靠經濟的這個連鎖 聯繫起來 另外當然就是自由民主的價值 所以他們才會這樣 在半年來 這一年來 隨時隨地的在這個部分 給我們一些相關的幫忙 或者露臉 我想說那個照片就是露臉 讓你知道說 我在這邊翹著二郎腿 對 不知道沒有抽雪茄喝咖啡 但是就盯著你遼寧艦 那當然第三個最重要 就是一個安全夥伴的關係 我想這三大要點 都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美國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就是安全的夥伴 經濟的聯繫 還有大家就是 堅定民主自由的價值 那遼寧艦 大家剛剛那個朗東說有冒黑煙 事實上他是有消息指出說 他是從琉球供這個骨水道出發之後 那在美軍的這個戰艦的護航之下 所以他已經癱瘓了 這個遼寧號的其他的戰艦 就是說你有戰艦出來 我請美軍的戰艦也去護航 所以你大概你怎麼航行 都還是在他的掌控之中 那所以呢這個 所以他現在就跑到這個 南海附近的水域 然後可能是他的鍋爐出了問題 或者是他的戰艦出了問題 戰艦的鍋爐出了問題 反正就是有問題 那現在遼寧號沒有辦法造成 就是說好像有點落差之後 又派出這些共軍的這些飛機來 那就在這個南海的這個海域 那所以美國的這個軍艦 又放在我們的太平洋 因為這個是在一個安全設 就是他們的射程可擊的點 那我想這些的很多很多的因素 很多很多的事實就是告訴我們說 現在中國跟台灣的關係 當然中國一定很不爽 他很不爽也不是現在才不爽 那他永遠也不懂台灣人的心 那他永遠不懂台灣人的心 所做出來的反應 所做出來的決定就是這樣 那當然現在美國 我們是他最堅強的夥伴 他不可或缺的夥伴 因為有這三大因素 所以他當然也要在這個 至現在的大家在互相對抗 互相對峙的時候 他當然要站在第一線 然後做相關的制衡 沒有錯 在我們現在在講話的同時 其實中國他們已經開始 他們的實彈軍演 不過今天早上 陶德領軍的美方特使團 他們同樣在早上10點鐘 進到了總統府 由總統蔡英文來親自接見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看總統跟陶德的最新互動 有客自遠方來 總統蔡英文親自接見 帥團的是美國總統拜登的超級好朋友 前參議員陶德 這是拜登政府雙任以來 第一次派團訪問台灣 展現出台美雙方持續深化的夥伴關係 也都顯示出美國跨黨代對台灣的支持 陶德不只是拜登總統的好友 更是30年資深參議員 這回訪台同行的還有兩位前任副國務卿 阿米塔吉和史坦伯格意義非凡 美台關係有史以來最強健的時刻 但中國對台卻是侵擾不斷 外賓面前總統表明台灣立場 近來中國頻繁派遣軍艦 以及軍機在周邊海空域進行軍事活動 這不僅改變印太的地區的現狀 也威脅區域的和平穩定 台灣作為積極貢獻國際社會的一份子 我們非常願意和理念相近的國家 包括美國共同守護印太區域的和平及穩定 並且阻止冒進以及挑釁的行為 拜登特使團來台雖然強調角色非官方 但訪兵和對話一樣重量級 好 剛才我們看到 就是美國拜登總統西中間外卓的 好兄弟好朋友前參議員陶德 今天早上10點鐘進到了總統府 跟蔡英文總統來交流 而且晚上總統還會在官邸設宴 來款待代表團 不過另外我想請教朗東的是 其實在昨天同一天 美國總統拜登 他也派了一位氣候特使凱瑞 到中國上海去 所以現在拜登的這個外交策略 他是要平衡兩邊嗎 不能說平衡 而是台灣優先 怎麼講 凱瑞訪中這個集資是延續說 整個拜登政府 他跟川普有很大不同 是說要重新加入全球氣候協議 所以說他也說了 跟中國的關係是有合作也有競爭 所以也就是對於他來講 凱瑞他去訪中是展現是說民主黨 他過去對他的一些選民所承諾的 以及對歐盟所宣示的態度 就是我在氣候這個面向上面 希望能夠去說服中國 改變中國這樣的一個意圖 所以這樣子講 對拜登非常重要 可是他沒有取消掉 陶德這個行程 或是也沒有錯開 照理來講 如果他怕得罪中國的話 他大可以把陶德 這些好朋友們的言辭延後 或者是提前 不要讓他這樣重疊 可是這樣一個重疊的一個結果 可以說明是說 對於拜登政府來講 他是非常重視台美之間的一個關係 因為重視台灣就表示了一個展現了 對於中國的一個向對抗的一個態度 這也符合整個歐洲啊 這個世界 以及對於中國是麻煩製造者 向的一個認知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3月10號這個時候 其實龐皮歐 他接受台灣中央社的訪問的時候 就說有可能會來台灣嘛 那如果陶德 以及其他這些議員沒有來的話 那是不是龐皮歐先來 這對於拜登政府來講 他等於就是說 我民主黨沒有表現出一個適當的去捍衛台灣的一個態度 但拜登政府也很大氣 他這次來的時候也有共和黨的 也有民主黨的 所以是跨港派的 他不想要這件事情變成是美國內部之間黨派的一個競爭 所以這個態度上面也是比較圓融 但是呢 他呢這次時候的話 凱瑞去訪中 他訪中之前他講什麼 他說人權問題不會退讓 對雙方合作有希望沒信心 其實凱瑞自己也知道 去那邊不會有什麼樣積極的一個結果啦 那但是他也不會當面的去給中國難堪 那只是說對於過去拜登一個競選承諾 以及還有部分歐洲的一些人士 對中國還有一些這個 我覺得是不切實際的信心的人的話 至少你在形勢上讓他們看到中國是作假 那對中國來講 有意思是說去年 這個習近平呢 在這個聯合國的一個線上會議當中 他就公佈了說 對我們在碳排放上面 在汽油鞋上面 有一個明確一個長遠的一個目標 然後希望說呢 在2030年到峰值 可是在2060年會實現碳中和 他這個一講出來之後 他覺得說 哇 中國是不是改變心意 變成一個很愛環保的一個國家 其實我必須要跟大家講說 這是中國的假面具 中國藉由環保這個議題 就像他過去透過這個北京奧運一樣 塑造一個我是熱愛和平啊 大家一起運動啊 我是熱愛環保 我是綠能的一個假象 來緩和世界各國看穿中國共產黨 想要去侵犯這個整個台海 以及呢 就掌控整個亞洲這樣的野心 也就是對於呢 這習近平來講 環保是個假面具 而這一點呢 拜登政府跟歐洲 其實慢慢在過去一年當中 也看得很清楚 過去對中國有不屑實際幻想的人 也逐漸清醒當中 那凱罪去這一趟的話 我覺得也是要探一下習近平 他這個虛實啊 是不是真的要認真做 第二 對習近平來講的話 對為什麼中國 他現在的定位上面會做這件事 因為整個碳排放問題 就會提到說世界在出鋼 鋼鐵業的一個供給上面 一半以上都中國在做的 然後呢 這個整個碳排放有15% 都是由中國鋼鐵業做的 那目前來講 他因為供給過剩的關係 所以其實呢 去年12月的時候 已經造成說鋼鐵價格下跌了 期貨價格下跌了 所以說他這個方式 也是用這個乳量自駕啦 所以我表面上為了環保 事實上我稍微減產的方式 其實對於中國鋼鐵業本身 利潤可能更高 因為你強量過高的話 反而在利潤上會有衝擊 所以這也是中國利益的 本位考量 而不是真的去關心綠能 所以我認為 在凱瑞坊中之後 就包含美國的一些民主黨人士 或是美國一些過去對中國 有想像的人士 或者是歐洲一些覺得 跟中國可以談的人士的話 慢慢的就會覺醒到說 其實中國不管在環保議題上面 或者是想要說 塑造出和平的假象上面的話 這些謊言都一一的會被戳破 好來針對這個拜登總統 在外交上的佈局 針對這個 剛才朗東的評論 他認為這樣的佈局 是所謂台灣優先 我要請教村民委員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這一次拜登派凱瑞去中國 有一個流亡到美國的中國富豪 他就說凱瑞很有可能要傳達 美方的三大要求 而這三個要求裡面 就包括了一項 不可以對台灣來動武 委員這邊怎麼看 當然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當然是樂見 也期待 只是說到底這個 我們要來平衡來看 那凱瑞是這個官方的代表特使 那陶德是拜登總統的好朋友 那總而言之現在這個美國 中國 台灣這個部分 三角關係都是要一起來看的 那我想今天凱瑞去 當然他有他的責任 有他的這個任務 那大家就限縮在 是在這個氣候上面的討論 因為好像是20幾號 要有一個高峰會議 那個拜登也希望是 大家都可以來參加 不要漏氣啦 縱使是說好像要跟中國 大家你不會送我 我不會送你 可是在這個世界 這個氣候的變遷上面 這是世界的責任 他當然是老大哥 他還是要站出來 那既然站出來 大家希望是說 大家來共襄盛舉 所以當然還是要派個特使去 先做一些溝通 那是不是是說不准對台動武 我們當然希望是能夠做 這樣的嚴重的要求 但是我們也不能純粹於是說 美國講了中國也不會聽 這也不用去給他 存了太大的一些慈悲說 他會心 他會聽 所以還是要以我們為主 所以這次陶德來 當然大會說 他好像不是現任的官員是不是 有時對我們比較沒力量 那邊是現任的特使 但是其實大家來看 其實民主黨他的一個風格 他就是大佬在主導的 但相對於共和黨 他可能就是說 我卸任了 卸任總統 或者是我卸任的一些 比較資深的議員 他可能就是尊重現任的 這個立位 現任的國會議員 但在共共那個民主黨 他可能這個大佬的角色 還是扮演得很深厚 所以我們當然樂見在這個時刻 隨時你每個禮拜都有特使來 大使來 這個專輯來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因為畢竟我們也不能夠掉以輕心 對台灣的民眾來講 對台灣的老百姓來講 我們當然還是希望說 因為今天不是只要怎麼樣 就能夠怎麼樣 這是非常現實的國際問題 但他如果來又再重申 因為不僅是台灣的問題 這個是亞太區域的穩定的問題 所以台灣的戰略地位 要不斷的不斷的被確認 台灣的戰略地位 要不斷的不斷的確認他的安全 所以我想每個禮拜 每週幾天幾天一直釋放的訊息 就是要讓我們知道說 他就是跟我們站在一起 當然不是說 我就是要保護你台灣 但是台灣在戰略位置上 是很重要 然後這次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他的理由是 紀念台灣關係法42週年 大家可以看一下 41週年好像沒有來 40週年有來 42有什麼好特別的 39 38 37也都沒有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可以接受的一個 很正常的官方的理由 當然也是台灣關係法42週年了 當然還是要來確認一下 再來確認一下 這個法律的意義 但是總是反正你派凱瑞去 你就是派陶德來 然後兩個以前的副國務卿 而且是跨黨派的 所以我想這個意義上面 雖然說我們不會去大小眼 也不會稍微玻璃心 但是其實看起來還是 去穩定的狀況之下 一 美國他有對中國的想法 他有對中國的一些任務 那對台灣他當然有一定的責任 好 我們看到拜登 這一次這一招 派最好的朋友 陶德來台灣 中國真的是氣炸了 而且還酸說 蔡英文總統 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領導人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來討論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看到 今天陶德是已經進到總統府 跟蔡總統做了很多交流 蔡英文也當面說了 希望合作一同來阻止 中國的冒進跟挑釁 不過中方的態度 就要來請教玉惠姐了 我們看到趙立堅 也就是中國的外交部翻人 他說蔡英文 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領導人 那另外國台辦也是酸言酸語 說這個陶德又不是官方人士 這是非官方的 只不過是騙人的幌子而已 來 玉惠姐怎麼看 這兩隻瘋狗 老實講 他們的言論其實是 就是代表著中國現在一種 極度焦慮的一個情緒 因為中國如果說真的 他們在內政外交上面 如果發展的順利的話 實際上他們不必要用 這樣子的瘋狗式的一個言論 他們已經從戰狼變為瘋狗 我想我們之前已經談論到很多 但我覺得今天其實非常有趣的 就是凱瑞去上海 然後陶德來到台灣 到底這兩邊代表的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因為我們先從凱瑞去上海來談起好了 因為美中的貿易戰僵持不下 不只是說他們貿易戰僵持不下 前幾天你可以看到拜登 他在白宮裡面所召開的 是有關於半導體晶圓片 然後整個的供應鏈重組 他把全世界唯獨沒有中國 把所有人找來開會 那中國交不交集啊 非常交集 以後中國的高科技怎麼辦呢 要倒退回100年 現在所有的這個海鮮業啦餐廳 都可以來幫中國來做芯片 你就知道中國交集的程度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的外交 會變成瘋狗的一個原因 所以這個中國在 不管是在經貿上面 或者是在就在貿易上面 其實美中是完全現在 幾乎是毫無交集 美國現在是只要中國 不管他們的目標是半導體是晶片 美方現在是絕對不讓中國 擁有高科技的能力 所以美方一定會強力的圍堵 而且美方不只是自己來禁止 他還會拉著全世界 所有的共同夥伴來圍堵中國 所以中國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 另外一條路就是現在發生在 不管是在東海也好 在南海也好 或者台海 你可以看到不管說翹腳 看著遼寧艦在前面 正好在他的射擊範圍以內 或者是菲律賓現在動不動 也對中國跳腳 因為中國的這個灰色地帶 民兵船不停的去騷擾菲律賓 或者是日本以後美國 菅義偉到美國去 他們要發表的 今天其實華盛頓郵報就表示說 他們很可能未來就是要對台灣的事情 他們要共同發表宣言 所以在整個的軍事上面 美中也談不下去 他們唯一一個還最後最後有共識 還勉強可以談得下去 就只剩氣候 可是你覺得對中國氣候好談嗎 中國大家知道 我給大家一些的數據 你就知道中國在氣候這個 美方也絕對不是好好要跟你談 也是不跟你談到滿頭包 因為現在中國的燃煤 我們台灣的燃煤 現在大概37% 我們希望說能夠再繼續降 讓燃煤能夠降到30% 燃氣能夠50% 我們再生能源能夠20% 可是中國現在的燃煤 保守估計超過60%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只要東北季風一來 那我們常常台灣的空氣 會受到中國的污染 今天領口的天氣又是這樣 只要東北季風一來 台灣 日本 韓國都會受到影響 是因為中國燃煤的關係 是非常嚴重 保守估計它最好的數字 是60%的燃煤 但是更高的一個成分 可能都超過60% 然後第二個 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 佔全球的三分之一 一顆地球就這麼大 三分之一都是中國 排放的溫室氣體 我們所有呼吸的廢氣當中 有三分之一都是中國排放出來 你覺得美國會 美國現在斤斤計較 美國是希望說 好不願意本來川普是退出了 不想跟全世界談了 現在拜登加進去以後 拜登能夠不就說 中國你佔全世界 你給我排放了三分之一的廢氣 能夠不好好找你算賬嗎 還不止中國在自己國內的溫室氣體排放 佔了三分之一 還有另外一個 中國利用它的國氣 去到全世界投資數十億的美元 它到處去蓋什麼 一帶一路上面蓋了好多的燃煤電廠 就這些的燃煤電廠 一共每一年又貢獻了3.14億公噸的二氧化碳 所以這些都是中國所貢獻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現在在中南半島上面所發生 我們台灣今年發生旱災 那這個是真的50多年來 半世紀沒有見過 可是中南半島遇到的是 中南半島有很多很長的河 湄公河 湄南河 中國是從上游 就把你的水給攔截下來 中國攔截水幹什麼 中國攔截水是要蓋發電廠 中國攔截水是要蓋水壩 所以中國是全世界水力發電最大的國家 中國佔全世界水力發電的二分之一 所以中國跟東南亞的 這個中南半島的所有的國家 處不好就是為了發電 所以這些 以上這些是氣候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講 美中貿易戰難解 中國又不停的 中國趕去走進來 不停的去拿一把小扁鑽 拿一把破刀 要去拿一把牙刷磨尖了 要去刺日本 刺韓國 刺菲律賓 刺台灣 然後結果現在 美國找到了一個破口 好 我們來談氣候 結果你中國又有這麼多的漏洞 你真的是 這個中國到現在 就像是一個乞丐 只剩下外面那件衣服 還勉強遮得住 你的臥腫的身體而已 那中國如果不好好 再面對他們現在 所面臨全球的一個狀況 還繼續須有其表的 繼續張牙舞爪下去的話 我覺得這對中國來講 未來所要面對的是 全世界對他的圍剿 沒有錯 中國現在自己 內部問題真的非常多 這次看到 陶德來台灣 然後凱瑞被派去上海 到底這背後代表的 外交意涵是什麼 我們稍後回來 一起來請教世間議員 朋友節目現場 趕快來請教世間議員 這一次拜登派了凱瑞氣候特使 去中國 很多人說可能是為了要應付 接下來4月22號 拜登要主持一個氣候的領袖視訊峰會 他到時候會邀請習近平 還有普廷等等的40位領袖 不過現在中國看到 陶德被人家派來台灣 會不會氣炸 最後就開不成呢 世間議員 我在想這個會議開還是會開 畢竟只是視訊的 那拜登大概就有例行性的 那就是邀最大的敵人 中國跟俄國 那大家一起上電視 那演給世界看 因為他們心知肚明 中國是怎麼一回事 那中國講那個話 說蔡英文你只不過是 而地方政府 他這樣講 我覺得他們講這個話 四個字 欺人太甚 蔡英文固然是地方政府 他是我們台灣人民選出來的 我請問你習近平你是怎麼來的 更進一步 你中共政權是怎麼來的 習近平也不是中國人民選的 中共也是靠槍桿子起家不是嗎 所以他們在那邊大小聲講什麼話 我覺得這很莫名其妙 剛才文綺他講 他說我們台灣 因為有很多戰機失事 其實飛彈也物色過 所以台灣的國防其實而不強這一些 其實中國去年光是摔 他們殲6殲8 他就摔了12架 如果你只是以戰機失事 飛彈出事來論斷國防的話 那中國更糟 那我一直是 對於賴岳謙教授我有一個期待 我希望說他能夠改邪歸正 那麼回到我們的陣營來 因為畢竟你是正式大學訓練出來的 我希望他只是一時糊塗 所以賴岳謙教授 他說我們台灣國防三個字 他說紫老虎 這三個字紫老虎 回送給中國 其實中共很清楚 中共是八個字 就是嘴硬手軟 外強中肝 所以中共是標準的紫老虎 中共的問題一大堆 比方說中國土地一隻沙漠化 中國水資源不足 中國他們自己農作不足 他沒辦法養活四億人 所以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 農產品的輸入國家 當然中國有他的中國的問題 剛剛那個玉慧他也講的 中國水資源不足 他攔截中南半島的水源 中南半島生命之河 他們的湄公河上游在濫灿江 中國竟然把它煮水壩 攔截這些水 一方面要用水 一方面要用這個水來發電 你看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他都不顧下游的人 他自己活就好 別人去死 有這樣子的嗎 全世界的道理 你中國要傻野 至少兩件事情你要搞清楚 第一點 道理你要講清楚 道理 全世界共同的道理就是 全世界的國家互相需要 互相幫忙 互通有無 這才對嘛 結果你中國不是 你到處戰狼外交 你到處要去佔人家的便宜 好 那第一個道理 第二個就是實力 實力我拿一張 剛才村民委員也講 美國馬斯廷號的艦長 他避逆著中國最大的 也是他們第一號的航空母艦 遼寧艦 他眼睛看著他是怎麼樣 他翹著二郎腿 馬斯廷號只不過是一艘驅逐艦 驅逐艦的艦長 避逆著你中國 第一號 第一艘 也是最大一艘航空母艦 意思很明白 這個肢體語言就是告訴你 中共說 喝杯吃慶飯等你 吃飽了等你 所以要不你就是道理要講清楚 要不你就是要靠實力 所以我只老五三個字 我回敬給中共 我希望賴教授能夠起義來歸 回到我們台灣這個政途來 那至於說台灣是你中國的一部分 對 中國藉由各種機會 凱瑞去美國 現在國際社會 他們的發言人 國台辦也出來講 外交部也出來講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是中國內政的問題 第一點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 70多年前 72年前 台灣不是你中國的一部分 你要搞清楚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 從來沒有統治權 從來沒有所有權對於台灣 第二點 中華民國成立的時候 台灣甚至也不是中華民國的 他們自己要搞清楚 那我們台灣 這是台灣的生死門 一個中國 但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如果說一個中國 然後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自己這麼講的話 那很簡單 明天中共馬上宣布說 我中共要來收復國土了 那台灣怎麼辦 連你台灣自己都說 你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國際社會怎麼來幫你 美國怎麼來幫你 歐洲 日本這些盟國怎麼來幫台灣 所以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一點是台灣的生死門 我希望國民黨也能夠看清楚 國民黨跟民進黨 我們在台灣 我們現在是族群融合 而且我們四大族群 我們還包括第五大族群 外來的外籍移民 我們都是命運共同體 我們要共同面對的 就是中國這個威脅 中國這個不講理 那我們大家是同州一命 一致對外 沒有錯 要團結 在野黨也非常重要 在野黨的問題也要請教文綺 因為大家今天有看到 國民黨的黨主席江啟臣 他就抱怨 為什麼這一次陶德 還有兩位前副國務卿來 都沒有安排這些人 來建這些在野黨 沒有跟在野黨交流 江啟臣就罵民進黨跟外交部 是小鼻子 小眼睛 你怎麼都沒有檢討 自己國民黨的路線 反而是在檢討別人呢 我想江啟臣 江主席講的 我們可以去查過往的慣例 就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是怎麼安排的 這個部分我先暫時跳過 就是事實真相只有一個 但是我要強調 我這裡完全支持 大陸委員會講的 深化交流是正當作為 本來中共就無權智慧 這是完全毫無疑問的 因為我們是1912年 由國父孫中山所創建的 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 這是我們捍衛的 所以有關於趙立簡已經講說 我們只是一個地方領導人 基本上聽聽就好 我們完全的反對 但是回過頭來講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事情 涉及了很多的專業 我先回應一下 世間議員講的東西 我還是要強調大家 外行的看熱鬧 內行的看門道 遼寧艦 其實真正的重點是要看 接下來的山東艦跟其後的 因為現在的瓦良格號 所謂的遼寧艦 那只是一個訓練艦 為什麼各位去看 為什麼052D在美國的 所謂的那一條軍艦過來的時候 那兩艘的參數為了怕被奪取 所以他們就先離開052D 為什麼我們常常的 叫做大區號的部分 大家去思考一下 軍事上的一些專業的哲學 再來剛才議會提到的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真相只有一個 中火到底在整個全世界的碳排量 去查一查 其實不管是碳排 溫排 中火是我們全世界數一數二 所以不要在這裡 我覺得有點 似乎有點移花接木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大家要查清楚 就是有關整個碳排 現在中火只剩下20% 停了8排 你現在要跟我講 我就直接跟你講 中火現在只剩下 停了80% 現在只剩20% 所有的都在碎球 那你今天講到我的 你剛剛遇到中火 所以我就回應你 你剛剛講到我就回應你 你剛剛講到中火 我現在講的中火 是在燃煤60% 我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燃煤60% 你今天要講的我就馬上回應你 你等一下可以回應我 我願意接受挑戰 我不是吃 吃這個吃 隨便吃什麼飯的 我跟大家報告 剛才我一開始節目講過 國際政治不要太過天真 一定要非常的務實 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家利益 今天凱瑞來 各位一定要想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又派了陶德 又為了派了凱瑞 對美國人來講 眾見諸侯而少其理 他兩頭賺 美國人是生意人 他要兩頭賺 我要跟大家報告 如果真的我們是真朋友 各位我們台灣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 我暫時不要講BTA 那又涉及了所謂的萊豬美豬 到底怎麼談 疫苗呢 他們有沒有好好的想要幫我們 我們現在是AZ所謂的會血栓 我還是要強調 所有的人跟你是不是好朋友 真朋友 請你看實際的行動 不要只看口號 各位我們接下來 我稍微先跟大家做 記不記得我們當時候的帛琉的總統 會數人來的時候 尼約翰非常特別的陪著 這個會數人總統來 接下來各位記不記得 前面的是所謂的 台博的這個海巡路 接下來各位看一下 我們對帛琉 村民委員在這邊 接下來我們對帛琉的所有的支出 包含美軍要在哪裡建基地 台灣在裡面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要花多少的錢 我跟大家報告 這是將來一個非常值得追的 但回過頭來我跟大家報 我們常常講 我們也不要說 好像我今天代表的政治評論者 我好像一隻嘴巴 我們來看幾個人的講話 我都講給大家聽 剛才我講的凱瑞 各位記得 去了以後各位記不記得布林肯 講了些什麼話 其實對美國現階段拜登政府的政策 該合作的時候合作 該對抗的對抗 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對他們來講是這樣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布林肯非常有趣 在他們原本窮追猛打的所謂的疫情 這個所謂他們稱為 暫時我稱為武漢好了 他們說不會因為疫情的關係 或是一份報告我們會去追究中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美國的發言人 白宮的發言人普萊斯 今天我們大家好棒棒的 都一直在自我安慰說 我們真的台美真友誼很棒 普萊斯講的 根據美國的所謂的三個公報 台灣關係法 六項保證 他強調是一中原則 第二個非官方關係 我剛才在上一個節目的上一段 已經提了吳釗燮講的話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講 第三個人普瑞澤 各位記不記得普瑞澤講什麼 我們的好朋友吧 他說對不起 不能夠給民進黨錯誤的一個印象 不能對民進黨開太多的綠燈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鮑爾的主任 不是說要想辦法在新疆紳士 只有把中國弄得動亂 才能夠讓美國人可以得利 各位前陣子我們講 世界地球是平的弗里曼 他講的話大家可以查 我再跟大家報告 最近的哈佛的學者叫做瓦特 他說中共支持的是 之前的西巴利亞條約主權國家 然後是聯合國憲章 美國是基於自己規則的國際關係 對不起 現在時代不一樣 為什麼最新的一起外交期間會說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 新疆的所謂的血汗扁花 他說對不起 沒有實際的證據 對不起我現在講的 所有的全部都是 國際友人講的話 到底我們是不是應該 難道我們一定要井底之蛙 關起門來自嗨 外國人的人 怎麼會這樣判斷的 謊論各位看一下 日本最近要出去 跟德國所謂的2加2防長會議 各位我們接下來可以看的 為什麼我們之前看到的 德國雖然他已經即將要卸任 梅克爾 法國的總統馬克宏 為什麼他們說要歐洲主權要走出自己的路 因為對他們來講 經濟是經濟 政治是政治 他們走出一條路 所以你看到美國拜登政府 現在從單極 也就是川普之前的所謂 自己單幹 他希望採取多邊 多元聯盟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中共最近做了些什麼 前陣子3月底到4月2號 他們跟東協的4個國家的外長 加上南海的外長 甚至是跟伊朗簽訂了25年的條約 對不起 每個國家都在爭取自己最高的國家利益 所以我才會講說 台灣身處這兩個大國之間 我們一定要先站穩自己的腳步 所以我才會講 中共的外交部怎麼講是他的事情 但是台灣人 我們自己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要先認清楚 我們自己是什麼人 所以我才講說 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真理越變越明 把真相把數據攤開 所有我剛才講的話 這些外國人講的話 各位請去查一查 絕對不是假新聞 那何以至此 當然台灣的蔡英文政府 你要好好的想想 為什麼前居後宮 你為什麼要把台灣 搞成現在這個樣子 是他要好好的去深思熟慮 因為接下來 中華民國的未來 就在他的手上 因為他還有三年多 好 來 這是文綺 對於國際關係的解讀 那接下來也請 這個玉惠姐幫我們說一下 剛才有要稍微澄清的觀點 我們簡短補充一下 中國已經降載了 但是因為剛剛是完全離題的 我們是在講說 中國的燃煤的發電 那我知道這個文綺 他主要要離題 要炒這個 他剛剛講那麼長的時間 其實完全沒有切中 孟綺你剛剛所問的 孟綺剛剛問的這個問題 是說為什麼這個陶德來 然後江啟成為什麼抗議說 講民進黨小鼻子小眼睛 為什麼都不搖國民黨 我先講 在去年的時候 大家可能還記得 這個AIT的利應節 曾經邀請過國民黨的 這個立法委員到AIT去 因為這個想要跟國民黨立法委員 溝通有關於萊豬 也就是美國豬進口的 這個相關事宜 當時江啟成漢劇 不願意去AIT 然後有說什麼 馬文君有選區的活動 陳以信要出國 然後還有甚至於說 國民黨的這個立法委員 英文不好 因此就不願意去聽 AIT的這個演講 然後在去年12月的時候 麗英傑特地非常友善的 他想要去拜訪盧秀燕 想要去跟台中市長去溝通 這有關於美國豬萊豬的事情 結果盧秀燕當麗英傑的面 給麗英傑洗臉 麗英傑是怎麼樣 現場當然還是偏偏風度 就回來以後 AIT發了一個非常嚴厲的聲明 針對盧秀燕的行為 這幾件事情 我記得我們當時都評論過 我們也覺得AIT 他未來不會把重點 放在盧秀燕的身上 但吃苦的絕對會是 國民黨的主席將啟成 果不其然 這一次江啟成你自己吃就驚了 人家按美國來 來到台灣 結果為什麼邀來邀去 就不邀你江啟成 甚至於 其實蕭美琴 他原來是立法委員 他原來就有所謂的 台美國會議員的友好團體 然後在這個友好團體裡面 國民黨的陳以信在裡面 民眾黨 你們民眾黨的那個邱顯成也在裡面 這一次他也見了陳以信 他也見了邱顯成 就獨獨不願意見你國民黨的黨主席 所以江啟成你真丟臉 胡文奇剛剛講來講去 你也好歹幫你們民眾黨講講話 那我要講的是 這整件事情 其實國民黨 你不要講說過去 這個台美的外交是如何又如何 今天其實國民黨 他這幾年來批變 他這幾年來完全親共 導致於美國現在對於國民黨 是完全不信任 不只是說在對於台灣 跟中國之間的一個關係 台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這個國民黨其實站的 這個立場非常清楚 他就完全靠向中國 那或者是這個 甚至於說在美國豬肉進口 萊豬進口這件事情 那你看到國民黨的 這個所有的委員的這個態度 所以這讓美國之所以來到台灣以後 他們不需要跟國民黨 單獨的見面 而且人家這次是跨黨派 所以他當然也是要邀集跨黨派 所以江啟臣 你不要再胡言亂語 當然胡文綺也不要再胡言亂語 這是整體的來講 所以要針對主持人的問題來回答 不要黑龍誓導 黑龍誓導給人家時間 人家還是會反駁你的 這個國民黨的這個路線之爭 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我們稍微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要來看到的是 中國現在不只是戰狼外交 惹人眼夠人晚 新疆人權的問題也持續延燒 而且繼新疆棉被抵制之後 現在日本的番茄醬之王 可國美也宣布 要停用新疆生產的番茄了 我們稍後回來 一次來看